两个时空的交汇 一段爱情的衣食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剧《夜旅人》 原著赵熙之 主播东林善云天和 由长安欢乐工作室独家出品 租借寻补房打来电话的时候 盛青让和徐委员正从伟达饭店七楼下来 暗沉沉的电梯里 盛青让将获批的公文交给徐委员 剩下的事有劳于兄 徐委员接过公文 盯着上面的照办二字 吃了一声 很不满地抱怨道 整篇公文读了十秒 签字盖章也不过十秒 未知二十秒 竟足足等了七个钟头 还非得等他睡醒了午觉才能办 这可是战事 谁允许他这样优先的 电梯门打开 徐委员愤愤地将公文包收进包里 大步走出电梯 盛青让原本也是要一起出门 返店前台却喊出他 盛先生 盛先生 刚刚寻补房来过电话 说找到了号牌1412的福特汽车 盛青让立即折返前台 拎起电话回拨过去 询问汽车地址和具体情况 对方将汽车停靠的位置告诉他 紧接着又说明 那辆汽车几乎被难民砸毁 燃油耗尽 车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外面的天色暗下来 萌萌雨丝悄无声息地飘 盛青让挂掉电话 焦急万分地离开伟达饭店 直奔南部华街 穿过公共租界的出口 铁门外的难民已经散了 只有三五人群聚在一起 像在商量对策 或者根本无家可归 暮色敷衍之下 补房警察端枪守着门口 担心一个不留神 就有人从铁门上爬进来 明明已经精疲力竭 神情里却还要绷着紧张与戒备 盛青让在去铁门百米开外的地方 找到了那一辆面目全非的汽车 或许是仇富心里作祟 疑惑仅仅是发现 对无法进入租界的不满 难民将汽车毁得完全不像样子 玻璃碎了一地 地上隐约可见血迹 他的心狠狠揪起来 这时补房警察小跑着过来 告诉他 发现这辆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说着 皮眼地上的血迹 很是去得不再吭声 不知道里面的人是遭了打 所以弃了车 还是因为弃了车 所以车才被毁 但无论是怎样的情况 都不是好事情 如是前者 那么意味着宗英可能受了伤 如果是后者 在这茫茫华界 数十万人口招不保息 纷纷逃亡的时候 他又能去到哪里 雨愈加密集 夏季台风 竟有一些撂翘的冷 盛青让一面听着巡警 描述白天时的状况 一面快步往补房走 事情到这个地步 只能求助于公布局的人脉 请他们帮忙寻找宗英 他在电话里描述宗英的长相衣着 半天也只说出 白色短袖 黑色长裤 灰色运动鞋 侧面印了一个字母 随身可能携带医用品 对方含含糊糊印下时 他很后悔 没有留一张综印的照片 对方最后宽慰他 如果有符合特征的人 想要进入租界 他们会及时通知他 盛青让到了线 这时候才想起来 要将医药包送去盛公馆 天色终有暗蓝 染成一片漆黑 糟糕的天气 不配拥有皎洁的月光 一间废弃民宅内 宗英跪在地上 给一个产妇接生 满头是汗 唯一的一只蜡烛 几乎要燃尽 室内间 或想起痛苦的滴银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蹲在旁边 一声不吭地等着 他是在人群中 抓住宗英的那个男孩 那时他仿佛使尽了力气 痛苦地向宗英求助 讲的是 救我母妈 救救我母妈 宗英先是察觉被攥住 然后听到他的声音 最后才看到他的脸 一张在人群中 几乎被痛苦挤压的 稚嫩的脸 糊满眼泪 而他身边的那一位妇人 羊水已破 裤腿全尸 明显体力已经不支 却又临缠 他持续不停地呼救 嗓子都要嘶哑 眼中布满歇斯底里的 坚持和绝望 他意识到母亲身处危险 也不愿意失去母亲 有些决定出自本能 几乎是在一瞬间 宗英艰难地侧过身 挪过去护住他们 逆对了人群 前路无望 撤退同样不易 好在大门紧闭 人群并没有狠命地 往前碾压的危险迹象 哪怕缓慢难哀 也还算安全 终于 从人群中解脱出来的一刹那 宗英后背湿透 双腿都在打颤 沿途店铺 基本关门 更别提许 一家医馆落脚 产树虚弱到无法前行 无奈 只能找一间 废弃的民宅生产 屋内几乎被搬空 绝不能算干净整洁 但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宫口全开 第二产程漫长且煎熬 等孩子出来的时候 夜晚已经降临 替哭声姗姗来迟 与响亮挂不上钩 和这哭声一样 有气无力的 是等待胎盘晚出的产妇 仅有一只的蜡烛 燃得只剩矮矮的一截 在旁边等待的小男孩 脱下自己的上衣 递给宗英 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 给弟弟传 宗英将新生儿 包好递给他 屋子里有一瞬的宁静 但没有喜悦 外面的大风 砰砰地推撞着 破碎的玻璃窗 又隐约可以听到 战区传来的炮声 等了大半个小时 胎盘却无法全部挽出 宗英双手悬在空中 乳胶手套上 全是被染上的血液 根本无从下手 胎盘玻璃不全 只有血液在昏黄光线里 不停地往外流 小男孩怀抱着弟弟 抬头看宗英 宗英却紧闭双唇 一言不发 这里拥有的 是比租界医院 更差劲的条件 他带的药不对症 没有纱布 没有注射器 没有消毒液 甚至连干净的水也没有 束手无策 那母亲面色越发苍白 层层冷汗 从他额肌发烧往下流 血压在下降 脉搏逐渐细软无力 他张口换了一个名字 吐字已经不清 小男孩转过脸朝向他 眼里积蓄起满满的泪水 宗英抬头对上他的视线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清晰而来 他跪在地上 鼓鼓流出的血液 就漫过他的膝盖 染透他单薄的裤子 湿腻腻 带一点体温的体液 包裹住他的皮肤 那母亲突然努力抬起手 仿佛想要抓住些什么 宗英起身 想要做些最后的努力 可他在袋子里翻了半天 仍旧一无所获 这徒劳让他后背的肌肉 绷得紧紧的 突然 有人从后面 抓住了他的裤腿 宗英转头去看 那母亲缓慢地呼吸着 正吃力地抓着他的裤脚 怎么也洗不干净的裤脚 空气里充斥着 无能为力的沮丧 和越发嚣张的血腥气 那母亲的脸上 已分不清泪与汗 他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 看向宗英 眼神中只剩下虚弱的痛苦 张嘴也只有支离破罪的字眼 说话时 他又看向小男孩手里的孩子 不舍又无奈 宗英拧紧了唇 却察觉 裤腿涂松 纳着手垂下去 新生儿的哭声 乍然响起来 蜡烛也熄了 黑暗中 宗英脱下血淋淋的乳胶手套 俯身抱起哭得四心裂肺的婴儿 晚上十点 雨停峰止 盛青让坐在宗英公寓的沙发上 看着茶几上的宗英的一张照片 内心交织着沮丧与焦虑 突然间 电话铃响了 他愣了一下 随后起身走过去 接起了电话 对方上来就讲 喂 宗英啊 我打你手机一直没人接 所以冒昧打了你家坐机 盛青让没有应声 对方接着说 之前我们不是约了星期三详谈吗 但是我这边突然遇到个急事 明天可能不行了 实在是抱歉啊 不然我们改个日期 周六怎么样 对方见电话另一端迟迟无响应 这才意识到不对 马上围了一声 又问 喂 是宗英吗 盛青让回过神 抱歉 我不是宗英 但我可以代为转告 请问您是 对方稍愣 但紧接着又说 哦 我请张 是其他处理财产的那位律师朋友 我想将详谈的时间 从周三改到周六下午 也请他务必给我答复 你这样转告他就可以了 盛青让促起眉 与其谨慎地反问 处理财产 啊 是的 他好像需要立一份遗嘱 张律师显然没有要为宗英保密的自觉 脱稿而出 就在盛青让想要进一步探寻时 对方挂断了电话 急促的嘟声响起 公寓里恢复了可怕的寂静 盛青让拿起手里的照片 更为忧虑地抿起了唇 在糟糕的环境里 一分一秒都难熬 等外面稍稍亮起来 宗英抱着饥饿的婴儿出门 身后还跟着一个两眼哭得通红的半大孩子 街边人烟稀少 早没有了白天那种景况 租界入口外 横七竖八地睡着难民 夜班巡警提着眉灯 在门内走来走去 看到带了两个孩子 一身狼狈的宗英 也只是多瞥了两眼 就不再注意他 宗英转过身往回走 此时的华界 只有萧条二字可以形容 没有店铺开张 他口袋里仅剩的两块钱 也丝毫发挥不了作用 怀里的婴儿哭得累了 已经昏沉沉地睡着了 但安静沉睡 总归只是一时的 如果没有及时的食物补给 他努力来到这个鲜血淋漓的世界 却仍然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这时 突然有一辆军绿色吉普车 从街道另一头飞驰而来 在距离租界入口百米处骤然停下 从上面就跳下了两个国军士兵 紧接着又从副驾驶上 下了一个年轻的军官 像是来巡查防御工似的 宗英在数米外只不看过去 那名军官巡视完毕 快步走向了吉普车 昏昧晨光临 他摘下军帽 皱眉点燃一支烟 宗英认出了他 盛家客厅那张全家府里 穿军装的青年 宗英决定上前时 对方一支烟还没有抽完 他抬毛打亮他 烟丝在暗蓝的晨光里 静静地燃烧 烟雾稀薄 一吹就散 请问 是不是盛长官 宗英这样问 盛青河面对着贸然的搭讪 威廉起言简 接着抽鱼下的烟 认识我 我是盛青翔先生的医生 在盛家公馆见过你的照片 宗英顾及到盛青让和盛家之间的不愉快 未免求助遭遇不顺 因此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自己和盛青让那层关系 他说着偏向他手里的卷阴 还剩半支 他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说明情况 老四一直观察着他 衣着利落简单 但并不整洁 白衬衫上血迹斑斑 斜面上亦是血污一片 双手细长而有力 怀里托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身侧躲了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 分明是暂时再寻常不过的狼狈 但他看起来却莫名地有些哥哥不入 好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呢 为什么找我 盛青和抖露烟灰 饶有意味地问 盛青小先生刚做完截止手术 术后感染严重 我取药返回途中被关在了租界外 现在需要将药送去公馆 他直接了当 偏头看向租界大门 但租界入口关闭了 给大哥送药跟我有什么关系 管着租界出辱的又不是国军 盛青和杨启纯 年轻的脸上血满默不关心 他对盛家的不屑一顾 致使宗英没有料到的 对方拒绝到这个份上 宗英也不再祈求什么 腾出手牵过身侧的孩子 继续往前走 大概走出去百米 远远传来发动汽车的声音 宗英以为他们要急驰而过时 吉普车却突然一个急刹车 停在了他的身侧 盛青和看也不看他一眼 坐在副驾驶上 几乎以命令的口吻奖 上车 宗英犹豫了三秒 就在对方打算讲 不上车算了的瞬间 腾出手搭住车门 紧接着带着孩子迅速挤上后座 盛青让扭头 送药归送药 这两个孩子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盛青和低头又点一支烟 手搁在旁边 似乎是考虑了一下 最后只说了两个字 随便 车子驶过好几条街 又绕了一个大圈子 最终停在营地外 盛青和显然没有立即 送他们回租界的打算 连声招呼也没有同宗英打 物资进了营地 将他们晾在了外面 天色渐渐明朗 风叫昨日小了一些 也不再下雨 宗英捕捉到 一支台风即将撤离的迹象 过了大半个小时 突然有一辆 非军用的吉普车 从里面驶出来 又是一个急刹车 稳稳停在宗英的身前 只差几厘米的距离 换了便服的盛青和 坐在驾驶位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神情中 透露出一些 炫技般的戏弄意味 宗英默不作声地 带两个孩子上了车 坐稳后 才直接了当地 道了一声谢谢 盛青和面对感谢 也是无动于衷 驾驶汽车 直奔另一个租界入口 好像预知那里 不会聚集太多人似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越是临近军队 驻扎的地方 难民就越是想要远离 也更难聚中闹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长安换月工作室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夜旅人 原著赵锡之 授权自靖江文学城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